對啊 趕快解釋一下 你不是這種貪小便宜的人啊 不是硬拗 其實是這樣子 那天我剛好要坐飛機 那要去的地方比較乾 所以嘴唇很容易 乾裂 均裂 然後買個護唇膏 因為沒有時間去便利商店買 那我不太帶錢的嘛 對啊 就帶信用卡 大明星啊 要帶錢的啊 不要再這樣子講 有些人是不帶錢的 跟明星沒關係 因為助理剛好不在身邊啦 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好 我就去買 買了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我現在郭位向說 欸 一百塊 應該夠吧 夠啊 對啊 一百塊可以找一塊吧 是 我想說好吧 反正插一插 我就一進去 我挑 我也想說就是一百塊 我說 欸 不好意思 請問哪裡有護唇膏 他說在這邊 然後我一看 然後我就直接拿了 小小的一條嘛 對啊 沒那麼錢感覺上 他截上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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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八 我說 喔 喔 喔 什麼啊 我說 我就說 我只有一百塊 然後他們就看著我 我就看著他 我說 我下次再買吧 空氣瞬間凝緊 我從來沒有說 請你把護唇膏給我 我不要錢 真的不是 他們只是下面的那個網友 粉絲們在誤 所以 當時我看完這個報導的時候 他有 其實這報導全部講的都是對的 他只有一句話 把整個事情變了 只有三個字改變整個文章 潘偉柏不死心 不行不行 沒有不死心 我們就放回去了 就是直接放回去 那我下次再來買 對 因為在免稅店那個單價稍微高 所以我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 但是也蠻好笑的 就是一下美肌之後 大概拿了六排條 然後用護唇膏 粉絲都送我的好 真的 超多人放護唇膏的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有更大條的 我的天啊 看在這邊玩 威蘇利達姆 威蘇利達姆 是不是 是WellPen專屬護唇膏 這麼大一條 你可以擦到下被子 可以洗澡了吧 真的 所以呢 潘偉柏 我們這個是像粉絲說的一樣 希望你可以繼續的加油 謝謝 有這麼大號的護唇膏 這個油油亮亮一整年 絕對不用擔心嘴唇乾裂的問題 OK 插到七十就都可以擦 真的 所以呢 來我幫你拿一下麥克風 這怎麼拍 對啊這怎麼拍 OK